智障男子官司缠身 有家难回 保姆套心空口无凭 困难重重 一方说遭遇毒打 备受欺凌 天天去找我打我 一方说妄恩负义 欠债还钱 各位去都无法形容了 我这心情 我就这么账 争论背后有着怎样的纠葛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空口讨心的女保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离过年越来越近了 有个词呢也经常会被人提及 那就是讨心 付出劳动 获得报酬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北京通州呢 却出现了一桩让人 倍感意外的讨心官司 一个有着智力障碍的男子 成为了被告 原告呢 满腹委屈的说 这名男子欠了他一大笔工钱 我们一起到庭审现场去看一看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8号 双方当事人都来到了庭审现场 坐在被告席上的这名男子 叫赵斌 他被认定为三级致力残疾 原告叫王淑敏 他表示自己是赵斌家的保姆 说起自己的遭遇呢 王淑敏的这个情绪是十分激动 王淑敏在庭上呢提出了诉讼请求 要求赵斌支付四年的保姆费 共计十一万四千元 这十多万可不是个小数 尤其是对赵斌而言 他没上过学 没有工作 每个月的这个残疾补助只有九百多块 赵斌是怎么想到请保姆的呢 这么大的一笔钱又是怎么签下的呢 先来听听这个王淑敏是怎么说的 王淑敏表示 请保姆的不是赵斌 是赵斌的母亲 那还是在2007年 赵斌呢经常到自个儿的弟弟家去串门 一来二去的 王淑敏呢就从赵斌的这个口中 得知了他的情况 他说他爸爸早就没有了 我就觉得 我说他我们家们家俩挺苦的 我说也没有人管他 我说你家有亲戚吗 他说什么亲戚都没有 这对无依无靠的母子 立马就勾起了王淑敏的伤心事 王淑敏呢第一任丈夫很早就去世了 他早年也是一个人拉扯着儿子 虽说后来又再婚了 但是看到赵斌母子的王淑敏还是止不住的同情他们 时常的帮助他们 但是到了2010年相处的模式变了 王淑敏说赵斌的母亲突然主动找到自个儿 说自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死活要跟自个儿一块住 我跟他说了我还得上班呢 他说的不碍事 他说的你就给我做了饭洗衣服就行 这是他妈他们俩俩说的 王淑敏说这要求真的是让他哭笑不得 因为自个儿的房子还是租的呢 这不沾亲不带故的突然搬来两母子 这算怎么回事 但是赵斌的母亲乔淑音就表示 愿意付给他每个月2000块钱的保母费 这么一想的王淑敏就想通了 就是口头说的 多少钱 这些全都没有 没有 都是口头说的 王淑敏为什么会哭呢 因为他表示要是早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他死活都要跟赵斌的母亲写个雇佣合同 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 王淑敏当时的主要烦恼呢 还是赵斌母子给自个儿带来的麻烦 他和他妈就是懒得干活 原来的就是拉了尿了就跟那床上 赵斌因为智力有问题 他时常的会惹出一些小麻烦来 把人家老头捡的废品给人家偷走了 人家上家找来 回头我一说的 我说你上人家拿东西了 我没拿 我说人家都上这找来了 这哪是保母啊 这完全干的就是亲妈的活 王淑敏说他的付出呢 得到了乔淑英的认可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乔淑英做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当时呢 他们的回签房建好了 可以搬新家了 乔淑英呢 直接就提出来 让王淑敏一家人搬到新房去 搬了新家过后 他们是这么安排这套两居室的 乔淑英和儿子赵斌住在一间房子里 王淑敏的儿子单独住一间房 王淑敏呢 则住在客厅的沙发上 而且王淑敏的这个月薪 还涨到了3000一个月 这听上去挺和谐的 哪出问题了呢 对了就在这个保姆费上 王淑敏的诉状上说 他一分钱保姆费都没收着 那王淑敏辛苦这么多年 为的是什么呀 王淑敏表示这些年 我对他们母子俩不离不弃 那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有二 其一就是他们母子俩欠我10万块钱呢 跟我们借了一个10万嘛 他不交那个房款嘛 还有一个那个物业费 还有那个取占费 剩下的就是那个装修钱 哎等等 王淑敏这意思是 他不仅不赚钱 还往里头添了10万块钱 这图的是什么呀 王淑敏表示 那是因为赵斌的母亲 曾经给过他这样的承诺 那时候他妈是说的那个什么 那个房本下来 把这房卖了 卖了那换一小一点的 换一小一点的 够他们那俩住的 把那房 那个借那10万块钱 和那保姆费给我 哦原来如此 当时那回签房的房产证还没下来 但是下来过后呢 把房子卖了 王淑敏的钱就又着落了 哎或许吧 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 以防养老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赵斌的母亲这话还带着响呢 他突然心脏病发作了 他妈就突然间的那什么了 就那个接不上刺 晚上 经过一夜的抢救 61岁的乔淑英还是去世了 他的后世都是王淑敏一家 帮着这个赵斌撩了一大 后来我带着他给他买的那个兽衣 给他我和我爱人给他妈串的那个衣服 我都委屈我都 王淑敏真的是重情意 每每想起往事 他都哭得收不住 只是这样一来呢 赵斌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该怎么办呢 王淑敏的情意是在持续 他继续在这套房子里头照顾赵斌 不仅管吃管住 还要管家里的水电 煤气等开销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王淑敏大概都能凭这道德模范了 但是2016年初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当时社区委员会发出通知 说可以办这个拆迁房的房产证了 王淑敏想起了赵斌母亲当初的承诺 这就回家拿材料 忘了说一句 房产的相关资料 这些年一直都放在王淑敏那 保管 就放在那衣柜里头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后来回头 我就打开柜子了 打开柜子 我说你看看 把那东西拿出来 能办就帮他办了 一找东西 什么都没有了 那里边 回头那装的那什么东西 摆过换的那包了就 材料居然不见了 心急中分的王淑敏 带着赵斌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那是警方的调查结果 令王淑敏怎么都没想到 警察说拿走材料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赵斌 是王淑敏一直以为没有自理能力像个孩子一样的赵斌 赵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可能说到这你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房子按道理是属于赵斌母子 怎么房子的材料全都被王淑敏保管着呢 还有赵斌作为一名智力残障人士 怎么会突然想到出材料呢 内情显然不简单 接下来赵斌令人意外的开口了 他坚持认为他们家并没有欠王淑敏十万块钱 王淑敏也不是他们家保姆 既然不是保姆 那王淑敏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们两家人会住在一起呢 赵斌接下来的表述可能不是特别的流畅 但是耐心疏离 信息量还是巨大的 我先生他弟也跟那个什么 人家那个平凡的买东西 先生他弟也我根本就没上过他家 他就瞎扫药 抽好气又老八角 赵斌说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 之后就跟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也有点精神问题 没有收入 所以他前些年一直都在小学门口摆地摊 就这么被王淑敏发现了 一开始他跟王淑敏并没有交往 直到2010年 自己和母亲因为拆迁的关系 到通州区胡克庄一带租房居住 这时候王淑敏就上门了 但是他并不是来帮助自己的 就跟胡说市场就开始打我 没有 他说跟那个平凡住的房 我天天去找我打我 不知道 赵斌说他们本来以为搬了新房 这样的生活就结束了 没想到搬了回前房之后 王淑敏一家竟然又不请自来了 从合格庄搬到这个新房乐居的时候 那个王淑敏他们为什么跟着一起过 他说我们傻 这墙搬进来了 把我妈捆进来 打 拿刀板和小米果和银枪搬 打 把我妈嘴躲了 把我妈鼻子都打出好处 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 赵斌的眼泪直打转 他并不明白王淑敏一家这么做的动机 他只知道自个儿和母亲的生活 从此变得很糟糕 那平时跟他们在一起 你跟你妈怎么过呀 就买的 就买的凉餐吃 根本就没做容易 那你们自己做的还不让做吗 不让做 为啥呀 不知道 来厨房都不要进 洗手间都不要 洗澡堂 屋里 用水洗都不要洗 要上青字洗 不让吃 不让洗澡 这还怎么生活呀 说起这事 赵斌又想哭了 说母亲在世的时候 这还算比较好的待遇了 母亲去世之后 王淑敏对她更差了 不仅没饭吃 还经常把她赶出家门 让她到外头捡垃圾卖钱 赵斌没有读过书 不知道子戏中山狼 得志变猖狂的典故 但是她能够感觉到 那种愤懑和凄凉 赵斌所说的 如果是真的 那王淑敏的行为 简直是令人发指 不光虐待打骂赵斌母子 更是强占他们家房子 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但是赵斌呢 毕竟有智力残疾 他怎么想到 偷偷的拿走房子的材料呢 这个时候 又要请出一个关键人物了 这个人是特意来找赵斌的 他清楚的记得赵斌 当时的模样 我一看穿的是脏舅子衣裳破破拉扎 满身跟那土猴似的 说实话 我这眼泪差个下 这人是谁呢 他叫乔英慧 是赵斌母亲 乔淑英的弟弟 也就是赵斌的二舅舅 哎 王淑敏不是说赵斌母子无依无依无侷吗 怎么又冒出个弟弟来 说起这话题嘛 乔英慧就挺难受的 他解释说自个儿的姐姐乔淑英呢 智力也有点问题 所以跟他们另外几个兄妹联系不多 姐夫去世之后那几年 他还是去看过赵斌母子几回的 后来呢 赵斌母子的房子拆迁了 乔英慧呢 就去的少了 他一直以为赶上了拆迁 姐姐和侄子的这个日子 能够好过一些 没想到前不久呢 居委会和警方找到他了 居委会是看着赵斌 说经常在外边住 这个 这绝对不对劲 联系了片警 片警通过 这个科技的手段嘛 找到了这个 乔淑英的档案 就这么我们联系上了 乔英慧说 他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2016年的2月25号 他从片警口中才知道 姐姐乔淑英已经去世两年了 他从晚赶来 看到了侄子的那个落魄模样 听着侄子说起这些年的遭遇 乔英慧呢 十分痛心 也十分的气愤 如果说我姐姐这人的脑瓜子 跟赵斌这脑瓜子 都像正常人一样 您说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 可是王淑敏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图的究竟是什么呢 乔英慧稍多联想 他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要说真正的目的 这咱实话实说 我算弄明白了 就是这个房的事 他真正的目的 你看没有 是想把这个房弄到手 乔英慧给气坏了 这是典型的纠战雀巢啊 说是当保姆 实际上那就是白白的住着房子 还把真正的主人给赶走了 这下一步可不就是要想办法侵占房产了吗 舅舅外甥这么一合计 这就想到办法了 于是呢 这就出现了王淑敏前面所说的情况了 他发现房产的相关资料都被赵斌拿走了 这可把王淑敏给气坏了 拿完了以后 都不知道 多人丢了回头 他还跟着没什么人似的 我这不是这颈椎点不合适吗 脑工学堵 我就上去隔壁那儿 挣换争据 他还上那儿找我去 说我挣完了吗 挣完了 让我两口子 两口子多傻呀 还让我两口子哄着他玩牌斗地主 您说说 坑死我了都 王淑敏又开始抹眼泪了 他口口声声的说是被坑死了 可这毕竟是人家赵斌的房子 人家拿自个儿的东西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王淑敏也有自个儿的理由 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他表示 我这不是还借了十万块钱给赵斌的母亲 乔淑英吗 还有这十来保姆费 加起来有二多万呢 这笔钱就落在这套房子上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房产资料里头 还有那十万块钱的借条呢 哦 还有借条 那可是重要证据 可是王淑敏表示 自从房产资料被拿走之后 借条也不知所踪了 重要证据缺失 王淑敏能不急吗 但是接下来更让他着急的情况又出现了 赵斌的舅舅登门了 而一二七号来了就说的 你们搬出去 在房里腾出来 他就那么说的 这是头一次跟他交接见面 这下王淑敏彻底是懵了 自己不仅拿不到保姆费和那十万块钱 反而要被从这个家里头赶出去 他实在是不能接受 而且他也想不通了 突然来个亲戚 这就要抹杀掉自己的付出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以前我对他的好 他说我一点好都没有 我也不管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就是 你把保姆费给我 把十万块钱给我 我就走人 我不赖子你家这 王淑敏表明了自个儿的态度 那些借款回头再说 但是保姆费 你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 不给我钱 我就是不搬 2016年3月1号 王淑敏把赵斌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要求赵斌支付劳务报酬11万4000块 案件的来由就是这样的 听当事双方说了这么多 你会有什么感觉 一边是王淑敏委屈落泪 索要薪水 一边是智力障碍的赵斌天然弱势 但是他们除了一腔苦水 都没有更有分量的证据 同住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别人知情 法律讲求证 法院会怎么审判这些案子呢 刚才我们说到王淑敏把赵斌给罢了 说自个儿为赵斌当了四年保姆 按每月3000块钱算 要求赵斌支付薪水 11万4000 但是赵斌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有智力障碍 无法自行参加诉讼 所以按照民法通责的这个要求 他需要确认他的监护人 于是在开庭之前 法官呢把赵斌的两个舅舅聚到了一起 几乎商量 二舅舅强议会成为了他的监护人 2016年8月18号 案件刚开庭 王淑敏就得法官诉说起了自个儿的委屈 有什么我搬出去 我照顾他们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是不 但是王淑敏说了那么多 可是他没证据 既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 那张借条据说也不见了 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候呢王淑敏倒真的提供了一份证据 他说这是赵斌写下的一张欠条 欠条的内容表示 由于赵斌私自拿走拆迁材料 导致当时的十万元欠条丢失 现在为王淑敏读写欠条 欠条当中还一并注明 王淑敏是乔淑英在世时雇佣的保姆 欠条上有赵斌的签名 看上去挺笨拙的 居然还有这么一出 这么一来是不是就说明王淑敏 真的是借了钱 以及真的是保姆呢 但是赵斌随即说出了这张欠条的出炉过程 赵斌的代理人认为这张欠条不是赵斌真实意思的体现 同时鉴于赵斌的这个特殊情况 即使上面是赵斌的签字 这也是一份不生效的签局 也就是说这份欠条缺乏效力 2016年8月31号法院作出判决 夺回王淑敏的诉讼请求 法官随后也对王淑敏主张的这个雇佣关系做出了判断 原告主张呢他从09年开始除了照顾赵斌之外 还另外有长期的稳定的加证工作 说在从事稳定工作的同时 主张照顾赵斌可能缺乏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保证 另外关键的一点 原告主张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对被告进行照顾 被告呢从未支付过劳务费 那他也没有采取适当的合适的途径去主张他的权利 所以从常理分析 原告的主张是与常理不符的 争执渐渐的淡了 说起这几年发生在赵斌身上的事 邻居们也是很有感慨 这东西怎么是人家人家的房子 你不能让外人多 谁家都比我这点事 就说打到哪里也是人家的房子 大家都说 其实这一套房子里发生的事 大家都有了自个的判断 但是赵斌的情况比较特殊 如果没有监护人为他主张 大家也不好出头 目前赵斌和二舅舅生活在一起 他也对自个的财产有了主张 这对赵斌来说或许不失为一个好的结局 为了避免再出现之前的争执 赵斌和二舅舅把房产的相关资料都交给了军委会 麻烦他们代为管理和王淑敏的这个做法相比 这种办法显然更能够规避麻烦 王淑敏的官司输了 并不代表他的用心就是坏的 有个词叫瓜田里下 不管是为了证明内心的坦荡 还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 都应该在一开始制定规则 保留证据 毕竟情感不能替代法律 有契约才能让关系更长久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那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告诉给我们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